七年磨一剑 口碑收市 双丰收 为什么选这个题材 一方面是不重复自行 一方面突破自行 那您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感情投入都是一样 七次投资 七次撤资 坚守艺术 亦或适应市场 规避风险 还是迎难而上 您不愿意妥协 凝合和避免风险 人发创新就谈不上 不担心吗 七年磨一剑的作品 没有办法跟观众见面 我学无法自行 家访刘和平 总要有人不妥协 敬请期待 欢迎收看家访 本月起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在广东卫视 开始了第二轮独播 这一部宏大叙事风格的 严肃证据 此前颇为意外地 赢得了口碑和收市的 双丰收 在尚未完结的2014年 它被誉为年度大剧 甚至是近几年罕见的 现象级电视剧 从历史到现实 从剧本到制作 从台词扮相 到人物性格 方方面面都引发热议 北平无战事 是著名编剧刘和平 继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1566后 七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 投资方先后换了七个 投资额超过一亿 历经创作的坎坷 市场的游移 不可控的风险 刘和平的坚持 却从未动摇 电视剧 北平无战事 选取了1948年7月 至1949年1月 短短数月时间 作为历史节点 此时 看似平静的北平城 暗流涌动 经济全面崩溃 通胀肆虐 国民党强制推行 避制改革 中共地下党组织 中共北平城公布 国民党铁血救国会 以及国民党内部 清联派和贪腐派 等多方势力 在经济战线 展开一场场 激烈角逐 和生死较量 在开播之初 北平无战事 便引起热议 不少人认为 这部剧厚重而严肃的 历史宏大叙事方式 与今天讲求 通俗娱乐的 电视剧市场环境 完全无法兼容 发行方曾表示 给不少卫视看过片 他们虽然在审批时 公认这是部高频之剧 但在决定时 又觉得它不够接地气 对此 编剧刘和平回应 这个剧更多的是盯着 有大学以上学历 或者平时就喜欢历史的人群 为什么会决定选取这样的一个题材 因为从之前的这个大明王朝1566 雍正王朝 相对来说 那些历史距离今天还是有一些距离 但是近代史距离今天太近了 其实它不好把握 这里的近和远怎么看 一般的真正说前朝的历史 最佳的时期是60年到100年之间 不会有再靠近那种主观 也不会有再靠远那种隔膜 你看今年播出 说的是国民党 这个全面失败 这个政权的倒台 你今年播出 刚好是65周年 比较符合前朝修史 和讲前朝故事的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我这个年龄和这个时候 写这个题词 也有点急迫感 有点责任感 北平无战事 不同于以往 主旋律电视剧 相对脸谱化的人物设置 剧中角色 并无简单二元的正面负面可言 而是有着相对丰满 完整的性格塑造 有血有肉的人物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无论是常年前浮 痛视爱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谢培东 忠心不渝 力差贪腐的国民党少将曾可达 有谋有略 最终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崔忠实 还是燕京大学教授 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梁金伦 都拥顿众多 昨天我看微博上很多这个北平屋战士迷 大家在讨论最喜欢哪个角色 比如我个人我最喜欢曾可达 我觉得他是有着中魂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军人 而且信仰非常坚定 对曾可达的 哪怕是同情担心 都会使得每一个在职场之中的人深有感触 甚至把感情形象就形象于曾可达了 就当观众同情曾可达的时候 其实里面很多在同情自己 因为自己活得也不容易 工作也不容易 有时候干得很卖力 很尽心了 还要挨领导的骂 还要被领导不理解 还要被同事所嫉妒 排挤 甚至是按照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抽掉里面的政治符号和政治属性 也就你刚才跟我提出 为什么那么多观众同情和喜欢曾可达 每个人都看到自己 同情自己 你说曾可达不容易 其实再说我也不容易 大家都想知道 刘老师您个人有没有一点偏向 有没有您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我只能够说套法了 里面的角色我 您都喜欢 真的对 因为我没写 写每一个人我都是认真的 有些是观众不喜欢 只能说我塑造的不够好 当然你说要弄感情 因为我是父亲 孔森也一样 我们俩都生的女儿 所以在写谢培东的时候 尤其后半段 我们俩的感情头路都是一样的 当然孔森比我哭得多一些 我基本上有内在心里有 是属于这种 包括像崔宗师 除了他是一个坚定的 非常难得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外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所以为了这个我也给他 儿子女儿把名字取成那样 就是当年看李白的那个诗 是受了感动 薄亲 平言 就李白在外面飘着 把子女家人都寄托在 亲戚朋友家里 没有经得住父亲的责任 突然这一天可能在外面 也受了挫折了 自己孤独一个人想起儿女了 就写了既其录二侄子 写得很感人 我原来读这个就很感动 所以写这个的时候 一想到崔宗师 就为了他的事业四处崩勃 到最后甚至要主动地献出生命 放不下的就是儿女 这么严肃的宏大的高端的题材 一般观众会不会喜欢看 我有一个把握会喜欢看的就是 我会国师往家里写 大师往小里写 包括最后写到马汉山 我也会写到 他心里放不下是他儿子 但儿子也不学好 因为他自己呢 就坏事干不好 好事干不来的人 他是自己给自己的品 娶了几个女人 大大小小的 最后选了他财产都跑了 所以曾经有网友说这是个孤独的老游吗 是吧 你说就写这样的人 只要你往家里写 我也同行 往小里写的时候 我也同行他 这里面的角色还要提一下方梦敖 您之前也提过 就是他区别于我们以前看的很多主旋律的电视剧里面塑造的地下党员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高大的这样的一种正派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他给人的感觉是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 我行我素 而且并不是那么愿意受到条条框框的拘束 您说过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歧视精神 这个歧视精神 我觉得可能是当下中国社会相对比较缺少的 您是希望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真正说的歧视精神 它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拒绝现实 他对他活的那个当下的现实极其不满 极其理促 然后在体制内也好体制外也好 取一种对抗的态度 然后他以个人的力量试图去对抗现实 这个说到罗宾汉 大家就知道 那是歧视吧 中国当然在秦以后就没有歧视了 有的也不会达到歧视精神的高度 有歧视他还有自己的原则 你不要说随意识 你不要说随促 随促到江州就宋江和戴宗的时候 那里亏 随其两八板斑腐 部分男父老幼排头抗去 滥杀无辜 其次不会这样干 随促来一群英雄好汉 最后被朝廷招安 其次不被朝安 是吧 我说的方谋就是他极其不满于国民党 当时的那种现传 那种现实 但他个人又不能确立一种新的什么东西 他只想往解放区的共产党那种连接自律 民主平等 所以他选择了共产党 但是他又没有到共产党队伍里去接受教育 过过组织生活 反而影响他最深的是美国人 从小在美国生长 记不记得发年那一生 他在那个年报上说的话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我们和美国成了盟友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看到美国制造的援助物资的时候 我和我的战友还大哭了一场 他那一段话说完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 方谋还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他不是美国制造 那么中国真正有这样的起始 我就曾经说了 我们军队里有一千个方谋 哪个国家打不过 剧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却从未亮相的人物 蒋金国 从头到尾都是以 建峰同志的称谓出现 只在重要时刻 通过电话 以颇具真实感的 宁波口音普通话 做出指示 左右大局 这样的一种设计 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一些 规避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那是不是也有您独具匠心的地方在里面 这个也有 因为我们国家对重大革命级历史题材的审查 它是有规定的 出现了重大历史人物 就必须要重大历史题材 审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审查 我们搞戏剧创作 都熟悉一个专业名词 叫暗产人物 它并没有出现 但是你明产人物 通过自己的行为 活动语言 都能强烈地感觉到 这个暗产人物的存在 但后来有些人就 慢慢慢慢洗饭善了 可达同志 给建峰同志来电话 是吧 后来有些人问我 为什么我就说了 其实这是每个人的生命感受 因为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 他无法避免的 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上下级的关系 发指示和接受指示 出窜疫和去执行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这种关系在 刘和平曾说 北平屋战士是一部 台湾看了也会服气的作品 写到共产党的时候 理直气足 写国民党的时候 也相对客观 有媒体评价 该剧为国剧良心 指出部分剧情 也与当下热议的 反腐问题十分契合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刘和平 却不愿意称呼 北平无战事为反腐剧 认为反腐就把他说小了 为什么突然在看战胜利如日中天的时候 短短三年失去民心 失去天下 这个值得深思 但是最近我也看到网上一些评论 有什么借骨欲经等等之类的说法 这个说法不成立 因为今天的历史阶段 和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 心里无法欲 它无法拉那个时候 那个历史阶段必然发生的事 和今天这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可能发生的事 来进行直接的对比 我特别讨厌和不喜欢的就是 遇到有借鉴意义 或者说到规律性的问题的时候 就简单的说隐事 说借骨缝金 我还真没有 比方说到反腐 我2007年写的 那时候并没有这种反腐力的 你也没有预见到几年之后 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无需要你去迎合猜测 你就按你的规律性的东西写 两个规律 是吧 一个历史的规律 一个你的艺术创作的规律 你就遵循这两个规律 去进行创作就是了 千万不要光风向干什么 光风向我就不要 七年写一部东西了 我一年写一部行不行 纵观这个长的历史的发展时期 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现象 可能是周期性发生的 这个是难以避免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您提到的反腐 通胀 比如说有一些 这个官商勾结的这样的情况 既得利益集团 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 这样的一些利益 可能在现今的社会中 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那这个社会怎么样去 借鉴以往的教训 良性的往下发展 是不是我们确实可以 从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 这个话题其实 在延安 还原培 借毛泽东去提出 就周期律 提到了周期律的问题 毛泽东那个时候特别有自信 他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破解这个周期律的方法 他说人民民主专政就包括18届新的领导班子 特别重视周期律的问题 加强了防腐的力度 而且说永远在路上 是吧 就是高度的重视了历史的周期律的问题 至于观众看了这个戏 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感情共鸣 那只能说明 观众也好 读者也好 他们想的 比做人要多得多 要管得多 投资方七进七彻 缘和不妥协 我既然选择了 创作是我人生的目标 我就会把作品把这里 坚守艺术 无惧市场 题材只要搞好 市场的门是打开 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1566 柳和平之前的两部 颇具分量的作品 至今仍不时被人提及 对于新作《北平无战事》 他坦言最为满意 北平的故事时间 离我出生时也就四五年 父辈兄辈生活在那个时代 所以写的时候 很多生活是我从小都见过的 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来表现民国时期的 历史文化形态 会相对准确一些 因为我们就是跟着 民国的人长大的 从小就知道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包括他们的语境和谈吐 所以现在大家更加认可的是这个系列的台词 我的父亲 包括教我的一些老师 我说的老师不是学校的老师 是下里生活的老师 所以写作这个东西可能不只是靠读书就能完成的 只善得来终绝写 这也就是我说的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 它历史文化的真实和历史精神的真实 可能更重要一些 七年间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遭遇七次投资 七次撤资 有两次甚至剧组都已建起 随后却又解散 一些投资方跟刘和平商量 能不能不这样写 而那样写 往回收一收 更适合今天的口径一点 刘和平却从未妥协 连演员台词都没有改一个字 他甚至把自己的稿费压了进去 如果最后赔钱 我一分钱稿费 都不要 当时有一些投资方 是希望您来做修改的 一方面是尽量迎合 现在大家喜欢娱乐 轻松的这样子一种氛围 另一方面也是避免一些风险 尽量增大过审的可能性 但是您都拒绝了 您不愿意妥协 为什么这么执着 如果每个人 都是迎合和避免风险 就文化创新就谈不上了 文化建设也谈不上了 建设一定是在原有的成就上出现新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责任 总要有人来干 至少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 就包括受到审查 今后我们的审查的路子也会拖宽一些了 创作空间就会又大一些 比起两岸三地 包括全球华人的共同努力 和平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是大潮流 但是当时其实他们的这些顾虑 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您真的不担心吗 万一要是真的过不了神 这个投资方就是血本无归 您的作品 七年磨一剑的作品 没有办法跟观众见面 这个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这个我是有文化自信的 从来我是有文化自信 第一我会知道 我的发心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影视 我一上来说了 也没有一股欲心 我也不相信 这些各级领导 包括审查部门的领导 他连这一点判断也都没有 第二我是特别懂戏的人 我懂得戏剧戏 他除了观众费爱看 是吧 这个我跟合作方意思就在讲 我干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给投资方赔过去 都是专心 而且也都是写证据 严肃提示 还有一个就是 我愿意跟投资方 共同承担风险 曾经跟投资方也说了 如果你们 退一万步讲会失败 你们损失了多少钱 那我损失了七年生命 繁金奇的生命 有学者评价 北平屋战士充满了 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与士大夫的庙堂之忧 与当下影视流行的钱表娱乐 勇然不同 认为刘和平 用严肃历史剧反市场 风险重重 对其收视率和市场前景 并不看好 甚至有评论将北平屋战士 比喻为是决定中国电视剧 走向品质 还是走向堕落的最后一战 您同意这样的一种 这么悲观的说法吗 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 你要把这个百平屋战士说得如何不堪 我觉得它确实没那么不堪 多伟大也没有 我曾经说过 本来是一个百发齐范的局面 尤其像大众艺术 电影电视剧 本来是百发齐范 各发如各眼 是吧 但问题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就这一朵发不让开了 是吧 宏大叙事 严肃证据 就市场不让它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回头一下 就这种东西难搞好 你一旦搞好了 市场也反映 首先是观众反映 观众一反映 决定了收视率 收视率决定了广告商 广告商决定了 电视台 电视台决定了 这些制作部门 是吧 制作部门最后决定了题材 所以这个东西出来 最后大家认为 此类题材 只要搞好了 市场的门是大开的 所以严肃艺术和市场 并不矛盾 它从来就没有矛盾过 何况一个国家 它要文化复兴 要梳理文化软实力 北平屋战事热播后 不少观众评价该剧 是中国版的纸牌屋 刘和平反驳说 这部剧要复杂多了 纸牌屋只不过表达了 一个掌握话语权的党魁 怎么玩弄政治 国家 选民 与鼓掌之上 而中国人的哲学 是平衡哲学 中国的政治 就是在求最大公约数 这一点最难 不喜欢拿我的东西 跟指派无比 我表现的是 中国的文化形态 它表现的是 美国所谓 议会制里面 文化形态 两种不同的东西 但人家有人家 我们还无法 企及的一些 技巧上的东西 但是中国人说 故事从来就不属于它 几年前写大明王朝的时候 刘和平把家境 和海瑞的像挂起来 每天写作之前 还会焚香叩拜 而在写北平无战事的时候 他延续了这个 带有仪式感的习惯 左边挂的是周恩来 右边是蒋经国 他说这是对创作的敬畏 始终怀揣一颗 治良知的心 写出真正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的 历史题材作品 是一个剧作家 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感谢陪伴 我们下周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广东卫视